那天我突然不知 我那个脾气火爆的婆婆 要来家里小住 我记得坐立男 你没事吧 不是说我来坐吗 哎呀你快别惯着我了 要不是你提示什么都不让我坐 我也不会连个菜都炒不好 炒不好就算了呗 这有什么嘛 可是你妈妈不是要来了吗 要不成现在赶快学两招 到时候等着被骂呀 她可是连你奶奶都敢凶 原来你是在担心这个呀 放心吧 这不是有我在吗 是你妈妈 走 来了来了 妈 罗盛什么呀 让我等半天 没什么 妈 您又来了 这么多衣服不爹 这么多灰也不差 灶台上这么多油 牛角炒菜吗 我看你能做好啥 我们在外面再多挂会吧 我现在一想到回家我就害怕 不用怕 放心吧 我准备了必胜法宝 法宝 法宝 怎么样 我准备了这个法宝不错吧 妈 妈 你回来了 快试试珊珊给你买的这个按摩仪 弄费钱 大渊 不是你早上叫我起床吗 我现在做早饭都 放心吧 我都已经做好了 妈 你醒了 珊珊已经把早上做好了 你洗了脸赶紧过来吃吧 怎么说是我做的呀 怎么说是我做的呀 你怎么又在做菜呀 不是说我来做吗 不行 我想过了 妈妈虽然脾气不好 但她不是不讲理的人 只要我真心待她的话 她应该也不会故意刁难我的 好好好 我给你打下手 珊珊大人有什么要吩吩的吗 那这些小片子 帮我包个饭吧 得嘞 妈 你真不要我送吗 我开车很方便呢 几步路就到车站呢 浪费的油钱干嘛 你那段小心思 还能骗得过我吗 妈 我以后一定改掉 我很开心 我说我看到大渊对你这么好 我很开心 我知道你们都很怕我 觉得我凶 但是如果我不强硬一点 可能也挺不到今天 没有 我觉得你挺温柔的 我是吃过呼吸苦的人 所以啊 我从来都没想过 要围来那里 试问这天底下 有哪个人 会愿意把自己吃过的苦 再让别人吃一片呢 妈 大渊这孩子啊 比他爸更疼人 我看他处处护着你 我打心的地理 替你开心 他要是以后欺负你 一定告诉我 我替你教训他 妈放心吧 只有他欺负我的份 没有我欺负他 大渊 大渊 你握这个过来 好的 那我们马上过来 非首多年的恋人 再次见面 会是怎么样 没想到 这一晃都这么多年了 你变得好多 你不也是 现在怎么看 也不像之前的大渊啊 没有想象中的尴尬和局促 好像过往只是一瞬间 我还在上班啊 有什么事不能在手机上说 你怎么和他复合了呀 怎么了 你们性格不合适 你忘了之前 怎么和他分手的吗 都说两个不合适的人 分手再复合 就是冲到覆辙 给 怎么了 我哪儿不对 你告诉我呀 你不知道我这几天 不能喝冰的吗 那我重新买一杯 不用了 之前的他 会经常因为我的一些过失 生很大的气息 跑那么急干嘛 我都等会儿没关系的 他和之前不一样了 我们走吧 今晚上想吃什么 哎 王总 何那个事儿 抬脚 那只脚 哎呀 你就不能晚一会儿脱嘛 没看到我才忙嘛 哎哎哎对对对对对 哎 没什么问题的话 咱们找个时间一起聊一下吧 他真的变了好多 我都出门找了好一会儿电话了 你怎么头发还没吹干 这个吹风机风力本来就不大 感觉还点老化了 风力越来越小 还有点烫头 我吹风机呢 哦 我扔了 你扔了干嘛 哼 不懂可以学嘛 每个人都在成长 只要有相互的爱在一起 就没有贴着我 出去 成年人的无奈 在哪个瞬间 我不伺候了 不是我们的错 还怪我们 你真要走啊 我是一天都不想呆了 一起播 他除了会甩锅还会干嘛 哎别冲动 你能不能不要那么卑躬屈膝啊 你就是被压榨惯了 哎 你以为我不想走啊 小刘走了 今天这些文件就你来核对吧 我 又会在无事的瞬间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核对不完不准走 喂 盛山 我今晚要加班 要晚点回来了 好 那你忙吧 你老公要加班吗 我们晚上去吃海鲜吧 我记得你之前最爱吃这个 之前会毫不犹豫地答应 但是现在 会因为生活 而放弃一些东西 下次吧 这个13那个7块要哪个 7块的吧 价格也成为了选择的重点 这么晚了 珊珊应该睡吧 做饭应该会炒到她 还没睡啊 等你回家吃饭 对iale 5块 你帮忙 都 是 没 你 她 她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来来来 我上来 大晚上的不是一叫鬼鬼祟祟的干嘛 我有点饿 想做个面吃 我怕着 做好了自己回房间吃 别吵着我 是不是你把我朴朴吃了 是 怎么了 我就剩两个碎苹果了 你还一个都不留 这房子多便宜租给你的女儿 是不知道吧 吃你两个苹果怎么办 你那么多套房子换一套步行吗 看球都看不自在 我就要住这儿 你就先别管了 怎么又被抢了 怎么游戏里也老是被欺负了 没办法 只能躲着他了 我们打开没辙 他好像盯上我们了 真的好烦啊 你帮我看一下这什么游戏 你拿坐机拍的吧 能不能拍清楚点啊 赶紧看看 这不是新切女佣魂端游吗 跟我也在玩 你厉害不 那当然了 我在里面完全就是 你干嘛 回去下游戏 还没买单呢 不行了 我好困呐 明天再玩吧 都这么晚了 不行 我得赶紧把游戏练起来 你什么时候这么认真了 别废话了 赶紧的 盛盛 出大事了 世界都炸了 怎么了 经常欺负我们的那个 今天在野外被抓了 被虐惨了 真的吗 那个人虐了他之后还放话 敢欺负你的 他都不会放过 谁啊 就是不知道啊 我私信他也不会 人呢 这个时候应该早下班了呀 大元 同学机会你怎么还没到啊 难道我们几个都在这个城市 我忘了 下次吧 他不会也去了吧 等等 位置发给我 这么多年没见了 你们都变了好多呀 还有其他东西要来吗 急什么呀 不会是工作没做完 怕被你们小住管骂吧 没有 我就是问问 不会是大元要来吧 不然还能是谁 他怎么来了 我组这个局就是想和大元谈个项目 不知道 大元小时候一直欺负他 就是讨厌他吗 我发的全得了 谁知道他自己 没事 看我的 我会让他自己走 珊珊啊 嗯 你在一个小公司做文员是吧 嗯 是 你说都是同学怎么差距就那么大呢 平时像你这种 和我们都做不到一桌的 你别说 我还真有点不适应 不适应就别适应了 听到没有 赛事啊 我还是怎么不高兴了 还不赶紧走 诶 大元 我有个项目 我说的是你 不是 大元你 你怎么跑这来了 走 听到没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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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